媒體人鍾盛雄十二日晚間在臉書上爆料 七月十八日時有五名香港反送中抗爭者 經東沙偷渡來台尋求庇護 不過到現在過去兩個月了 無法對外界聯絡 也沒見到人權律師引發外界爭議 你從人權的角度 你從我們支持香港民眾的角度 絕對應該讓他們跟家人聯絡 絕對必須要讓他們的資訊透明公開 我相信很多的家長或家屬會擔心 但是我相信我們台灣有一定的程序 如果說我們讓更多的管道來曝光 可能中國會用更多的手段 來壓制這些管道 要不要公布港人來台庇護的季節 朝野炒翻天 不過在台灣的香港人卻認為 成為他國難民手續繁瑣 也需要一定時間 選擇不公布資訊 也有可能是安全問題 究竟是保護當事人還是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讓偷渡客被消失 而蔡政府大喊在台灣挺香港的口號 總統府方面則是將求踢給陸委會處理 蔡政府7月1日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力挺香港人 不過看似雷聲大 雨點小 不免被外界很酸 是選前挺香港 選後 撐香港 華語新聞陳鑫 林凱倫 台北報導